欢迎来到《小小娱乐》 金宣府在2009年以舞台剧《新波音波音1号》正式出道 之后就一直活跃于舞台剧 金宣府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家里遭遇小偷 目击到母亲被刺伤而产生注视恐惧症 中三的时候就学习演技才慢慢克服到 2017年首次出演KBS电视剧《职场喜剧》《金科奖》 飾演财务部老小孙商泰 之后再拍摄KBS青春励志剧《最强宋餐员》 担当蓝配角《富三代不珍贵》 之后主演NBC奇幻爱情剧《我的鬼神搭档》 飾演天才诈骗犯恐兽昌 更以《Two Cops》中的配角获得NBC 演技大赏男子新人奖 在2018年搭档刀景秀出演TVN 古装爱情喜剧《百日的狼军》 飾演知识软薄的阮令鄭宰 在2019年10月就和民根英合作主演TVN 《经历爱情》首杀劇《抓住幽灵》 在这部剧中担当男主角 飾演地铁警察队首杀班长高智舍 逐渐打开知名道 在2020年10月就和苏西南柱黑 姜漢娜主演TVN电视剧《Startup》 飾演风险投资公司的首席组长 韩志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家 但是甘愿为了女主角默默付出 令广大的观众深陷她的魅力 令她获得极大的关注 在短短一个月里 她的Instagram follower 由60万增加至188万人 而随着每集的播出 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在演出Startup期间 甘孙虎同时也要进行 两天一夜的固定班底组艺节目 面临要扮演别人的电视剧 和必须将自己完全展露出来的 实景组艺同时进行 对甘孙虎来说 模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当电视剧播出的时候 和她一起拍组艺节目的成员 在看完电视剧之后 都对甘孙虎连声赞到 说她饰演的韩志平 和甘孙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甘孙虎在演出角色都准备了很多功夫 不但花了很多时间 在YouTube学习投资的专业术语 为了发出标准的英文口音 也都私下做了很多练习 最终才呈现这个完美的演出 甘孙虎面对演技的生涯 也有自己的理想目标 就是可以成为一位 下一次都想和她合作的演员 原本就很细心的甘孙虎 无论在演技或人制方面都非常用心 就连拍摄盘内工作人员不小心 都会立即主动上前关心 真是一个暖男的典范 个性温暖随和的甘孙虎 笑容背后其实有着很丰富的情感 除了私底下经常为悲伤的电影动容和哭音之外 在节目上更不是流露真情 甘孙虎无辜纯真的模样 令人不敢想要外护她 平时就对绘画相当热爱的甘孙虎 在两天一夜的户外写真环节之中 充分地表现了她的绘画天分 暖男魅力富人的甘孙虎 理想对象是对于她随便说出的笑话 都会有回应的人 小小娱乐会不断介绍韩星资讯给大家 记得订阅和like and share 拜拜